所有人都看花了眼,哪怕在大吉上都难得一见的稀罕物,在这里随处可见。 狗娃从摊子上买了一个做工精致的红面波浪鼓,左右晃荡了几下后,脸上顿时乐地呵呵笑。 多大人了,还耍这个,丢不丢人。 一旁双手抱胸的吕秀才一脸的鄙夷。 你管我耍什么,总比你好,魂都快被那些妓院里的女人勾去,哈拉子留地上了都不知道擦一下。 狗娃把波浪鼓塞进自己怀里,开口反驳道。 吕秀才还想说什么,领头的吕状元说话了,咱们既然都到了,那先找个地方落脚吧。 吕状元觉得自己也没干什么,光四处瞧瞧,就发现两个时辰就过去了。 见狗娃没说什么,吕状元带着众人先去找客栈,东找西找后,他们走进了一家最小的客栈。 虽然是能找到的最小的客栈,可当吕状元询问了菜价后,顿时惊得眼角直抽抽,这也太贵了。 阳春面十六碗。 等殿小二一连鄙夷地离开了,吕状元轻壳的一声说道,其实面也不错,咱们多久没吃面了,换换口味。 吕状元带此刻的注意力根本没在面上,眉头轻皱的她靠近狗娃问道,怎么样?都到上京了,可上京这么大,咱们怎么找师父跟师娘啊? 狗娃从竹筒里拿起两根筷子放在嘴里缩了缩。 你这什么急呀,心急吃不了热豆腐,你懂不懂?先吃完面再说,我曹操这么聪明的人,还想不到办法。 哼,你聪明,你要是聪明天底下就没笨人了。 虽然嘴上这么说,但是吕秀才也没有再问了,伸手从怀里掏出半截用麻绳绑着的铜钱剑饼,继续一枚一枚地认真填上去。 很快,阳春面来了,虽然是最便宜的阳春面,可在这些风餐露宿的人面前,依然是山珍海味。 就在整个吕家般呲溜呲溜地吸着面条的时候,几位身穿着绫罗绸缎的人从客栈外塌了进来,跟着店内的一位中年人寒暄起来。 哎,吴掌柜,幸会幸会。 哈哈哈哈,老王,你的戏园子近些日怎么样了? 哎哟,这不是咱们的兆园外吗?怎么脸色这么难看?你家药店垮了? 正在埋头吃面,吕壮远听到这话,顿时把脖子伸得老长,兴奋地向着那边望去。 仔细打听了一会后,他再也顾不上吃面了,用袖子往嘴角一抹,抖了抖身上的灰向着那边靠去。 你爹干什么去了?狗娃向着吕秀才问道。 哼,他能干什么去了?老不死地给自己买棺材去了。 一脸不耐烦的吕秀才这话刚说完,从吕壮远那边顿时传来哄堂大笑。 这是哪儿?这是上京? 你以为你姓姬啊,就凭你也配在这地界买戏楼? 别说你没钱了,有钱你也买不到哦。 这么点银子,居然还妄想在上京买戏楼。 哈哈哈哈,我家园子里的脚,一晚上领的赏钱都比这多。 吕壮远脸色难看地回来,一言不发地坐回到刚才的位置,开始接着吃起面来。 等葫芦吞下肚,他狠狠地站了起来,咱们走,去找别的客栈,这地方再便宜,咱们也不住。 哎呦呦,下九流的戏子还有骨气呀。 你妈的,吕秀才骂骂咧咧地就举起手中的半截铜钱剑饼, 但是马上就被自己的大哥吕举人给抱住了。 秀才,别惹事。 等出了客栈,吕举人刚放开,就被吕秀才狠狠地踢了一脚。 行,我不管了,我他妈的又不是戏子,骂的是你们又不是我,老子我现在是会神通的高人。 狗娃,咱们走,找师父去。 狗娃低声跟着驴举人交谈几句后,加快步伐跟了上去。 哎,你慢点,跑那么快做什么呀? 你这是知道李师兄现在在哪呀? 狗娃的话让走到石桥上的吕秀才停了下来,盯着远处的花船一脸嫌弃地说道, 你瞧瞧他们那样,有神通摆在面前,都跟傻子一样不知道学,天天就想着那下久留的戏楼戏班子,对自家人豪横得很,对外人三棍子打不出一个屁来。 呵呵,你不是要弄死你爹吗?怎么又恨铁不成钢起来了? 我当然要弄死他,你以为我是随便说说的,我现在就回去弄死那老不死的。 行了行了,还找不着李师兄了,你当跑这么远是来踏青的吗? 狗娃的话让愤愤不平的吕秀才转过身来,你不是有法子找到师父吗?你法子呢? 跟我走就是了,秀才,你对我客气点,你师父是我师兄,那你横竖地叫我师叔。 吕秀才跟着狗娃在繁华的上京城转了起来,狗娃不去别的地方,专门去客栈酒楼的门口。 没过一会,他就找到了自己想要的人,一群正在吃着剩饭剩菜乞丐。 莎莎莎一吊铜钱被狗娃放在手中上下抛着,在那些乞丐身边来回走。 当看到这些乞丐的目光都吸引过来之后,狗娃呵呵一笑,对着那些乞丐说道,我要找个人,谁能找到,这吊钱就是你们的了。 这就是你的法子。 嘘,别打岔。 狗娃拿着那吊铜钱在乞丐面前晃动着,我呢,要找两个人,一个男道人,穿着红色道袍,身上还背着两把剑,另外一个是女人,她的皮白得很,死猪的那种白。 我知道,六天前,小柚子说给城南的一个人送信,那人好像就是红色道袍。 哦,那小柚子呢,她在吗?往哪送的信啊? 她送信就没回来,城南被别的乞丐占了,我不敢去找她。 当一只脏兮兮的手抓向铜钱,铜钱却直接吊了起来。 你这说的,没鼻子没眼的事情,我要来干嘛? 我问的是现在他们在哪? 看到人,带我去见到他们,这吊钱才能是你们的。 在铜钱的驱使下,乞丐们纷纷散开了,开始寻找起来。 秀才,咱们回吧,接下来只要等就行了。 狗娃一脸得意地说道,这真能找到师父,吕秀才半信半疑。 还有一张盟主家羹,但是会晚点。